接著我們要選擇簡單的Polygon工具 首先我們從Create Geometry 集合型 找到一個攝影者 我們可以按鍵盤上的F4 打開它的 Edge 在底下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選擇它是不是要有segment 我們選擇1 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把它按右鍵 convert到adiblePoly adiblePolyconvert成功之後 我們可以選擇這個Edge的工具 我們可以選擇Polygon工具 在選擇Polygon工具 如果我要很快的選擇同一圈的話 有幾個方法 一個是我選擇Polygon 點其中一塊Polygon 然後shift按旁邊的 它會把等圈繞起來 另外一個做法是 我選擇Edge 我點選其他任何一個Edge 然後在這個底下 會有一個叫做Ring 我們可以把所有的Edge選起來 然後這時候回到Polygon的地方 我們可以按著Ctrl加Polygon 它可以得到跟剛剛的連結有關的Edge 那麼這個是幾個選擇Polygon的做法 那麼當我們把Polygon選起來之後 在下面有一個功能 叫做Connect 我們選擇回來Edge 然後在Edge選擇的這個狀態下 我們找到Connect 然後在EditEdge的地方 我們選擇Connect的這個 Setting部分 當它跳出對話方的時候 我可以決定 它要幾個Connect在這個地方 或者是說它的位置 或者它Slide的決定 那麼慢慢確定 再來把Polygon選起來 是的 或者我們也可以選擇Ctrl 再來Polygon選起來 然後我們可以在 可以選擇Ctrl 或者在這裡選擇Ctrl 都可以 意思是一樣的 那麼得到Ctrl之後 我們可以去做一些動作 但是現在有一個問題 這個Ctrl得到的不是我要的 所以我們還是從 這個Setting 就是Polygon選了之後 到這邊Setting 來做編輯會有比較多的選項 譬如說 我需要它是從Local的Normal 來選擇我的extrude的方向 譬如說我得到這樣子的一個Polygon 是很不服氣 是很不服氣 很不服氣 好 有些人